這本書真是好可愛 我一定要學裡面的主角的樣子 用一隻手指就舉實所有的百科全書 喂!你在這裡做了什麼? 我還在模仿這本書裡面的女超人 我記得,我看過的 這本書就叫做圖書館女超人 是啊,這本書是一本繪本 裡面的內容很有趣 其中的主角小李還可以用雙手舉起一輛很大的電單車 而故事就是講小李從很小就很喜歡看書 無論是踢球還是洗澡她都會繼續看書 她長大之後就理實當然地做了圖書館管理員 不過,鎮裡面的人沒有人喜歡看書 個個只是看電視 直到有一次下了一場大雨 令到鎮裡面的電力中斷了 整個鎮都變得黑了 而小李就想趁著停電 將圖書館裡面的書派給鎮人看 雖然這場暴風雨令到這個鎮 足足停電了兩個星期 但不過鎮上面的人都很喜歡看書 然後還將所有電視機丟掉 不是很久之後 有一群飛車黨衝進了這個鎮 他們的首領叫大鼻 很多時候有200公分那麼高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進這個鎮呢? 其實他們是為了看電視 但是裡面的人已經沒有人喜歡看電視了 所以他們就一直很生氣 還說要找小李出來好不好教訓一下 最後小李就... 哎呀!忘記了 那我就借這本書給你看一下 如果同學仔都想看這本書的話 就一起去圖書館看這本書吧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圖書館女超人 記住要去看一下 多謝各位